火了一个网路上的人 过去是凤姐 有人说这个人比凤姐更厉害 她叫做小月月 还有一个凤 怎么讲 追随她的叫做拜月神窍都出现了 这个有关小月月的故事 在网路上已经有超过700万人点阅 到底她为什么红起来 就说实际上是小月月 说是安慰人是吧 然后放长假到他们家 然后有很多很多事情 现在就是她一点点把小月月 包括在上海逛 碰到什么人 最近她发生的事情特别极端 特别雷人 没有办法 不是常人会做出来的 但现在有人说 这小月月的图片 这个照片也不是她的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有两点基本可以明确 因为一些网路院的人说 不排除里面 几天要700万 这里面一定是用网路推手 第二一点 还有人说 现在就这小月月照片不是她的 而且再不是她的 这个她对人的隐私 已经产生了一种侵害 所以在这里面 尤其你表现这个漫画 我为什么觉得不可笑 刚刚我还跟主编说 这漫画我们小时候看过 就是描写花大革命 地富反怀又地主 这个富人 基本上才